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新数据排座次中国GDP货轮老三 据日本媒体今天说 如果利用美国研究人员等倡导的新GBT数据生产总值 衡量各国的数据国力 那么美国、英国、中国这三国将领先世界 分析数据的易获得性和生成量 瑞士和韩国也跻身前列 随着数据经济的发展 数据GBT或将成为显示今后 哪个国家将增长的先行指标 新GBT排法让法国仍居第六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引述日经新闻 今天指出 按数据GBT中国排在第三 该报道说 新GBT由美国塔夫茨大学 全球经营论权威巴萨尔考察拉瓦蒂等人发布 效仿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说法 通过总值、数据和产品三个词的首字母取名 根据一、数据的生成量 二、互联网的用户数 三、数据的易获取性 四、人均数据消费量等四项指标 评估了各国的数据经济规模 据此报道说 排在首位的是美国 数据生成量遥遥领先 其他三个项目也很高 在数据的易获取性方面占优的英国排在第二位 互联网用户人数占压倒性的中国排在第三位 日本排在第十一位 落后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 日本的行政数据公开举措等 未取得进展 数据的易获取性得分较低 也产生负面影响 据该报道说 在数据经济领域 多种多样的数据结合与基于人工智能 AI的高效分析等 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行政数据公开和企业间的民间数据 共享无法取得进展 原始数据本身将不足 难以实现有效利用 以上是穆子维尼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